2015香港國際影視展3月23號登場 今年台灣共有40多家電影發行商 和20多家電視業者 參與著全球第二大國際影視交易市場 其中最受瞩目的焦點 是及導演 監製和演員 多重角色於一身的張愛嘉 他指導的新作念念 獲選為影展開幕片 主辦單位還規劃放映13部 張愛嘉的經典作品 我其實前兩年 我是國際電影的副主席 那個時候他們其實很想做我的焦點 可是我就跟他們講說不可以 這樣子就好像有點作弊的感覺 我後來就是辭職以後 他們就回來說那現在可以做了吧 我現在可以做 然後正好我又拍了念念 他們看完片子馬上就邀請我們 那我當然是感覺非常高興 後來我想說真的 其實什麼主席副主席都不要做 還是好好的拍戲是最開心的 台灣今年參展影片眾多 包括導演張作季的《醉生夢死》 導演周葛泰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五月一號》 還有同樣呈現兩岸聯姻的喜劇 《大喜靈門》和《車拼》 《車拼》大部分都是想說我合作唱片 結果我早就把他演定了 很多人都問我說你第一次當監製 但其實我在監製這樣還蠻順利的 因為監製就是解決導演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導演沒什麼問題 有問題很大是嗎 另外電視劇《終極一般4》 《台北愛情捷運》 還有《台北夢幻媽媽》等片的劇組 都在參展之列 期盼透過香港影視展 讓寶島影視作品百花齊放 中央社記者洪黃軍張亞婷 台北報導 一定要講講講講 講到我時候我嘴巴都講